HELLO 我是博勝 今天在這邊幫各位介紹的是我們阿提斯的車款 那他這台有裝防盜升降裝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要開啟速控上鎖的功能 要如何開啟 我們最主要是先拿鑰匙打開電源 打開螢幕之後 亮起之後 按我們的上鎖鍵 1 2 3 4 5 有跳動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就是啟動我們速控上鎖的一個功能鍵了 那我們要如何做測試呢 我們先把車門上鎖 上鎖之後 如果說我們現在熄火 熄火之後我們中控鎖有跳開的話 這就表示我們速控上鎖的功能是啟動了 那我們再做個測試一下 我們把電源打開之後按上鎖鍵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開車開回到家了 那我們做熄火的動作 那我們看一下中控鎖是否有跳開 如果有跳開的話 就是表示啟動了 我現在熄火了 OK 那我們中控鎖有跳開了 那表示我們的一個速控上鎖已經啟動了 那今天的介紹就是 教各位如何 將我們防盜升降窗的一個速控上鎖 啟動的功能做設定 那今天的一個介紹就到這邊了 如果說覺得我們今天的介紹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感謝各位的觀賞 謝謝拜拜 拜拜